上一回啊,咱们讲到在明朝的时候,六部级别高,权力小,严官们呢,级别小,权力大,谁也压不倒谁,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之下,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,一向是太平无事,而到了张居正这儿,情况被改变了。 在张居正看来,六部也好,几十钟也好,御史也好,都该归我管,我说什么,你们就干什么,别在这儿瞎吵吵。 因为他很明白,互相限制,互相制约,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,但是民主那是需要成本的,一件事情交代下去,你讲一句,他讲一句,争的是天翻地覆,说的都振振有词。 其实呢,可能有些人一点业务都不懂,结果十天半个月,什么都没办,而对于这些人,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,所以他认为其他的人都应该靠边站,找一个最聪明的人,当然就是他自己,来当指挥,大家伙跟着办事就行了,没必要浪费口水。 于是,在他统治期间,连平时监督别人的六科和御史,都要考核工作成绩。 然而遗憾的是,那些个大臣们却不这么想,在他们看来,张居正是一个破坏了规则的人,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。 自朱元璋和朱棣死了之后,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,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喷喷口水。 然而现在的这个人,似乎比以往的任何皇帝更为可怕。 如果长此以往,那后果简直是不堪设想。 所以,无论他要干什么,怎么干,是好事还是坏事,为了我们手里的这个权利,必须要彻底的解决他。 于是,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,就此浮出水面。 有四个官员票出来弹劾张居正。 耐人寻味的是,在攻击张居正的这四个人当中,竟然有两个是他的学生。 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,这四个人当中啊,竟然没有一个是阎官。 该说话的阎官都不说话,却冒出这么几个汉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来。 这是为什么呀? 其实原因很简单,那些阎官们在躲避嫌疑。 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,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,说他们是心有灵犀,那真是杀了我也不信。 所以呀,还是那句老话,夺情问题也好,作风问题也罢,都是假的,只有权力问题才是真的。 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,无论如何,我不过就是想做点事情而已,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? 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,张居正恢复了平静。 他意识到,一股强大的反对势力正在暗中涌动。 如果不及时的镇压,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之一旦。 而且要对付他们,摆事实讲道理都是没什么用的,因为这帮的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实干家,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,满口的仁义道德,唾沫横飞的攻击别人,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 对于这些人,就一个字,打。 张居正汇报了这件事情之后,皇帝随即下达了命令,对于敢于上书的这四个人执行停仗,也就是打屁股。 这个张大人的本意呀,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,但是后果却大大的出乎他的意料。 怎么呢? 打屁股的命令下来之后,原先不吭声的那些人也坐不住了,纷纷的跳出来,搞签名请愿,集体上书。 反正法不则重嘛,不骂白不骂,不请白不请。 但在这一群凑热闹的人当中,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,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熙爵和申石刑。 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府,在这儿呢,咱们就不多说了。 但在当时,王熙爵是汉林院的长院学士,申石刑是吏部的侍郎,也就是个副部长,只能算是小资本。 但是辈分虽小,这俩人办事却是大手笔,人家都是签个名骂两句完事了,他们俩却激情澎湃的,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,要求当面求情。 这张大人哪是说见就能见的呀,横巧得了重病,于是这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,只能是从哪来回哪去。 在这儿得说明一下,这申石刑啊,回去了,王熙爵呢,又多了个心眼,他出了门之后呢,趁人不备,转了一弯,他又溜进去了,于是他见到了张居正。 这眼看着人都闯进来了,张居正也没办法,只好是带病工作吧。 王熙爵也不说废话,开门见山,哎呀,希望张大人海涵呢,不要打那四个人了。 张居正听完他这话之后,是哀声叹气,哎,那是皇上要打的呀,你求我,这也没用啊。 这话呀,倒是不假,皇帝确实很生气,命令也确实是皇帝下的。 不过这种话,偏偏两三岁的小孩相信还管用,但是王熙爵先生,那已经是四十四的人了。 于是,王熙爵对张居正说,哎呀,张大人,皇上即使生气,那也是因为您呢。 瞧见没有,这就是王熙爵的觉悟。 话说到这个份上,张居正也没什么可说的了,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。 见此情景,王熙爵感到,嗯,可能有戏,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。 然而,接下来的事情,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 这沉默不语的张居正,突然站了起来,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。 王熙爵顿时吓得魂飞魄散,哎,怎么着,啊,这张大人恼羞成怒,准备拿我开个刀是怎么着呀。 正当他不知所措的时候,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。 九五至尊,高傲无比,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哭通一声,给他跪下了。 还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,张大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脖子上,一边架还一边喊,哎呀,这皇帝要留我,你们要赶我走,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? 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,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,张居正一直在苦苦的支撑着,他或许善于全谋,或许挖过坑害过人,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,想要生存下去,要实现他救国济民的梦想,这也是他唯一的选择。 现在,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,张居正跪在王熙爵的面前,发出了生死历劫的呐喊,你杀了我吧,你杀了我吧,好嘛,这一下王熙爵可懵了,他没想到,那个平日里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,竟然还有着如此无奈的一面,情急之下,他是手足无措,只好匆匆行了一个礼,退出去了。 得,张居正也发泄了,王熙爵也震惊了,但是闹来闹去,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,不过后来呢,该打的还是得打,一个都不能少。 在万历五年,也就是1577年的12月23,停战正式执行,吴忠行,赵用贤,停战六十,爱慕,沈思孝,停战八十。 这么看来呀,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,要知道到关键时刻,那能顶二十大板呢。 事情的前后经过,大概就是这样的,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,但是很多人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,那就是打屁股的结果。 两个人在同一个地方挨了同样的打,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结局。 在这次停战当中,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表现出了完全相反的特质。 那位吴忠行被打了之后,差点当场弃绝,经过奋力抢救才得以生还,休养了大半年,还处了一辈子的拐杖。 但是赵用贤就不一样了,据说被打之后,虽然是遍体鳞伤,元气大伤,他却明显的能扛得多,回家之后呢,躺了一个多月,就能起床跑步了。 这也是个奇迹啊,同样被打的两个人,这个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? 那么要说明这个问题,我们就必须以科学的态度,严谨的精神,去详细的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,就是这个打屁股。 这个庭杖啊,也就是咱们前面说的打屁股,是明代的著名特产啊,大庭广众之下,扒光了裤子,露出白花花的屁股,挤棍子下去,皮开肉绽,这就是很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。 然而,我可以负责的告诉各位啊,打屁股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啊,事实上,这是个技术工种。 根据人体工程学的原理分析,明代的庭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法,因为那可跟你在家爱打不一样啊,你爹打你,无非是用扫把,小棍子啊,惨无人道一点的,最多就是用皮带。 但庭杖他就不一样了,他虽然也用棍子,那却是大棍子,你想想吧,碗口粗的大棍子,以每秒恩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上着陆,那实在是让人心惊胆寒。 所以,连圣人也说过,遇到小棍子,你就挨,遇到大棍子,那你就跑,所谓的小杖则瘦,大杖则走。 而执行停账的人呢,基本上都是锦衣卫,这会儿人平时锻炼身体,展开体育活动,随手一抡,不说开杯碎石吧,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。 所以,经过综合分析,我们得出了以下的结论,如果没有什么意外,二十停账,足以把人给打死。 但是一直以来,这个意外始终在发生着,一百仗打不死的,有,一仗下去就完蛋的,也不缺。 说到底,这要归功于这些执行者的智慧。 纵观世界呀,单就智商而言,在明朝能和这些个人比肩的,这些人还真是没有。 而这些个高智商的人所突出的表现呢,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,他能走出路来。 打不打屁股,那是上级的事。 但是怎么打,那就是我的事了。 为了灵活掌握停障的精髓,确保一打就死,或者是白打不死。 这些个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。 那具体的方法是下边这样的。 要是有兴趣的朋友,您可以学习一二。 但由此带来的后果,本人可该不负责。 怎么练呢? 找一块砖头,种类不限, 在上边变一张宣纸,就一桶就破的那种。 然后呢,拿棍子猛击宣纸。 如果宣纸破裂,则重新再来。 如此这般的不断练习,以宣纸不破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。 那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,你基本上就可以出师了。 给你送过钱的,就打宣纸。 打得皮开肉绽,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。 回家涂上点药,起来就能游泳去。 那要是既没有关照,又有丝绸的,那就打砖头。 一棍子下去,表皮完整,内部来个大出血。 就此丧了命,那也是绝不奇怪的。 那顺便说一句啊,在当时,另一个技术工种,也有类似的练习。 那就是刽子手,砍头的那种,这也是门绝活。 操作方法和打屁股恰好相反。 找一块平整的肉,然后在上面呢,放一块宣纸,用刀啊,剁这个宣纸。 把下边的肉剁碎,上边的宣纸不能破损,那这就算是炉火纯青了。 为什么练这一手啊,那也是深谋远虑啊。 如果给了钱的,一刀下去就有结果,哎,这个犯人不会有什么痛苦。 那不给钱的呢,随手一刀,爱死不死,多长时间才死,那反正是你的事。 如果有那给了大钱的,那就有说头了。 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,不用验名手机,再买通验尸官,犯不着人头落地,那就能耍花样了。 比如说吧,顺手一刀砍到脖子上,看上去血肉模糊,其实呢,这个大血管是丝毫无损。 抬回去治两天,啊,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的后遗症之外,基本上没什么缺险。 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,什么刨丁解牛啊,和那砍头打屁股的比起来,实在都是小儿科,啊,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,打得皮开肉战都没事。 哎,这就是技术,所谓的技术决定效益,这是个真理。 所以长期以来,打屁股的锦衣卫们是日夜操练技术,毕竟人家就靠这本事混饭吃嘛,不勤奋也不行啊。 但是日久天长之后啊,朝廷也不是傻瓜,慢慢的也看出来了门的,为了保证停障的质量,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。 什么口令啊,分别是打,朝时打,用心打。 这个所谓的打呢,意思就是,哎,打打就行了啊,意思意思,谁也别当真,后弄两下,就没事了。 而朝时打,那可就是真打了,该怎么来怎么来,能不能挺得住,那得看个人的体质。 最厉害的,就是这用心打,只要是下了这个口令,那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,绝对不能手软。 这三道口令啊,原本是潜规则,可是后来打的多了,就成了公开命令了。 不但要写明白了,而且打之前还得由奸行官当众宣布,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。 而咱们前面讲到的那二位,赵用贤和吴忠行的停障命令上,那就明明白白的写着,招实打。 得,既然是招实打,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了。 虽然有人暗地里给锦衣卫送了钱,也说了情,但毕竟命令写的很明确。 如果打的太轻了,没准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。 锦衣卫也明白啊,和钱比起来,那还是自己的命更重要。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,可能有朋友问了,既然同样是招实打,同样是读书人,体质又一样。 为什么吴忠行丢了半条命,而这赵用贤却是如此的通融呢? 这个原因很简单,赵用贤是个胖子,而吴忠行是个瘦子。 用拳击的术语来讲,这二位不是一个攻勤级的,这抗击打能力不一样。 赵用贤有脂肪保护,内伤比较小,而吴忠行呢,没有这个保护层,那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打了。 开个玩笑说吧,这个结果也生动的告诉了我们。 虽说胖子在找老婆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,但是某些时候有一身好肥肉,还是能派得上用场的。 这挨打之后啊,还没完。 吴忠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经被免了,所以被人家连夜用门板抬回了老家,没资格做轿子了吗? 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,也就此画上了句号。 当然了,不管他们出于什么动机,是不是有人主使,但这二位人兄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,是坚持到底,单凭这一点啊,就足以让人敬佩。 但在整个事件中,最让人胆寒的却不是张居正,也不是这两位硬汉,而是一个女人。 怎么回事呢? 在赵用贤和吴忠行被打的时候,很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边议论纷纷。 这打完之后,那位王熙爵更是不顾一切的冲了上去,抱住吴忠行痛哭不已。 但是没有几个人注意到,和他同时冲上去的还有一个女人,那就是赵用贤的老婆。 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是出人意料。 他初步的照料了一下自己的丈夫之后,就在现场开始收集一样东西。 什么呀? 赵用贤的肉。 这太恐怖了啊,由于打得太狠,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,这腿上还是被打掉了不少的肉。 这赵夫人找到了最大的一块,带回了家,用特制的方法风干之后,做成腊肉了,从此挂在家里。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? 不是光为了耸人听闻,是因为在他看来,丈夫被打,那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。 他要留下一个纪念品,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,并利用这个纪念品,为后代子孙进行光荣的传统教育。 你们看看,你们家老爷子,以前虽然爱过打,但是打爱得光荣,爱得伟大。 打完了这四个人的屁股,却打不完是非。 在此之后,攻击张居正的人是有增无减,就连什么不回家奔丧,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,也都说了出来。 这骂来骂去,终于把一个人给骂火了。 谁啊?万历皇帝。 这小皇上虽然才只有十五岁,但是他已经是个明白人了。 他看得非常清楚,那些个破口大骂的家伙,除了拿大帽子压人之外,什么事也没干过。 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张大人,却被群起而共治。 这还了得,天理何在啊? 于是他准备站出来,给张大人说句话。 那么万历皇帝到底说了什么话呢? 咱们下回接着讲。 那么多感谢啊…… 就带各个人给 Despite演奏联合的 Stra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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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Strawepend着, 太天作者心里面是有 mix的 得如把张 February 23号,自然可先 champions。